好 各位好啊 阿卜主又来了 今天呢 我带来一份这个啊 这一大包是 荷兰24小时增强性口粮 它包括这个基础口粮和 这个增强的增强包啊 这个荷兰口粮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 它这个外包装 是 是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自封口的袋子 它包括这种基础模块 就是这些东西 和这个 这一大包的这个 增强性模块 为什么说 它叫什么基础模块 增强性模块呢 荷兰口粮的设计 其实是一个 模块化的口粮设计 它依靠你的任务类型不同 给你这个分配不同的食物 所以说到外层 都是一种 带自封口的后塑捞袋 看起来包装比较简陋 好 各位好啊 阿卜主又来了 今天呢 我带来一份这个啊 这一大包 是 荷兰 24小时增强性口粮 它包括 这个基础口粮 和 这个增强的 增强包啊 这个 荷兰口粮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 它这个外包装 是 是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 自封口的袋子 它包括这种基础模块 就是这些东西 和这个 这一大包的这个 增强性模块 啊 为什么说 它要叫什么 基础模块 增强性模块呢 荷兰口粮的设计 其实是一个 模块化的口粮设计 它依靠你的 任务类型不同 哎 给你这个 分配不同的食物 所以说到外层 都是这种 哎 带四封口的 后缩捞袋 啊 看起来包装 比较简陋 啊 对吧 它按照你的 这个作战类型不同 比方说 哎 你在开封啊 就是灌汤包啊 在那个 郑州 改会面啊 咱们 今天先看一看 里边这些东西啊 我把它摆出来 好了 现在 我把这些东西都铺开了 咱们可以看啊 荷兰啊 这些东西还真是不少啊 咱们看看里边有什么 首先咱们从这个 呃 饮料包开始看起 这个 可可粉 两包可可粉 然后两包柠檬的饮料 糖是给了六包 然后 这边包括胡椒粉和盐 素溶咖啡给了三包 然后 两个素溶的番茄汤 一包是茶 然后 这是一个小袋的辣酱 然后 一包 火柴啊 打开看一看 看来我的军粮火柴收藏又多了呀 看一看 这一个河南 阿佩 河兰的火柴啊 一包红头小火柴 放到一边 它这个火柴点完之后 这个硫磺的味道好浓 然后 这个 奶精 三包 然后 就是它这个 啊 早餐的这个主食啊 早餐的两个 附水的早餐的主食 这个是素溶的叶麦片 这个 叫做 这是一个的石井的水果牛奶 啊 然后 这个应该是它的午餐 是一个土豆的炖菜啊 看一下 因为我的河南话不太好啊 你们谁认识的 可以看看具体是讲出的是什么 我认识里边这个土豆 然后 这个是它的这个补充包 补充包 包括一个 辣椒的肉酱 然后 一个榛子酱 三包 草莓酱 然后 给了我 六包酱油 啊 可能有人说了 这个这个补充包 看起来 这个分量很奇怪啊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其实荷兰 因为它是模刻化的食品 它这些补充包 两包饼干 然后 一包这个叫做布朗饼干 一包树莓的果酱 一包这个花生煎果 然后最后 你们猜猜它给了什么 登登登 两根牙签 啊 这就是 荷兰 24小时餐啊 包括它这个补充包 整个的内容 因为我肯定是吃不完这么多吧 所以说我会分到两到三次 把这个荷兰的东西吃完 好了 我们现在开吃啊 呃 我来先试试它这个可可啊 可可 我专门烧了一壶热水 来冲这个可可 热水冲 哎呀 这个好紧 热水冲可可 应该还会更好喝一些 撕开之后味道倒是蛮重的 巧克力的味道 嗯 很重的巧克力粉 哦 冲出来是这个样子 这个闻到 这个味道 这是 这个这个味道 你到外边喝那个 可可奶 就是这个味道 嗯 很标准的可可的味道 啊 对了 荷兰这个 餐具 这个没有给餐具啊 所以说我还是用自己的餐具吧 虽然我一向不喜欢是用 他们的餐具啊 都是用自己的 现在把它撕开 撕开 撕开之后是 哎 发现没有 它这个没有自分口啊 直接这么吃 这么搅拌吃的吗 啊 还是牛奶的一个 麦片啊 还是麦片粥啊 加一些水 好 混合一下 好 然后就是它这个饼干了 打开尝尝它这个布朗饼干 有些碎了 嗯 饼干是非常好吃的 嗯 略带一点咸味的古物饼干 咀嚼起来非常香 里边可能还有还有花生吧 吃起来有花生的味道 嗯 非常好吃的饼干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是叫它那个墨西哥智利豆子酱 而且我看了一下 这还是在捷克产的墨西哥智利豆子酱 智利豆子酱 它所法叫智利豆子馅饼 嗯 思考来看看 呦 闻起来倒是 有点淡淡的腥味 尝一尝 嗯 吃起来 略带点酸味 有点类似于那种菜糊 嗯 胡椒的香味 还有番茄的味道 嗯 蛮好吃的 再来点它这个榛子酱 这个榛子酱是它这个墨西哥智利豆子酱 这个墨枪包里给的 这个墨枪包啊 它给的这个食物其实并不固定的 基本上是有什么给什么 嗯 嗯 典型的 嗯 嗯 姜果酱 姜果酱 然后 甜甜的 嗯 坚果的味道很重 试试它这个草莓酱 结冻的草莓酱 嗯 嗯 嗯 草莓酱很酸 甜味不重 但是草莓味道是非常不错的 嗯 它这几个酱搭配这个饼干吃还是蛮不错的啊 嗯 我们来再试一试它这个好好烫烫手了 好 这个金属杯子就是这样的 这点不好 容易烫熟 喝它这个可可粉有点喝那个高了高的感觉 咱们打开它这个十斤水果的这个燕麦粥 嗯 看起来已经附水了 尝尝感觉怎么样 它样子还是那种燕麦粥那种啊 稀乎乎的样子 不过看起来里边内容不少 有相当多的这个水果的干果 不要撒了 嗯 尝一尝 啊 嗯 干果克力特别多 吃到嘴里 酸酸甜甜的好像吃了一大口果谱一样 嗯 这个味道相当的不错 特别是里边各种各样的干果颗粒 嗯 不只有水果干还有坚果 吃到嘴里这个口感非常有意思啊 嗯 坚果吃起来脆脆的 那干果颗粒 吃起来软软的 嗯 附水的这个坚果颗粒 干果了 附水的干果颗粒吃起来软软的 酸酸甜甜 然后一咀嚼里边那个干果在自己嘴里 嗯 坚果 坚果和干果分不清楚了 那个坚果的碎 嗯 吃起来在嘴里嘎吱嘎吱的响 这个当早餐吃是十分有意思的 十分棒的 我再来一口 你们要不要来点 当嘴 最后吃他一片这个 吃他一片这个糖啊 口感糖 这东西 荷兰这个早餐还是蛮好吃的 自始来真是不像菌粮 嗯 嗯 普通的薄荷味的口感糖 嗯 好了 今天呢 我荷兰的这顿早餐 我就吃到这 下次我来试试他这个 那些炖菜或者是辣酱 嗯 各位再见